刚才已经安装好了那个MySQL 现在就是说我要对这个数据库进行操作 但是说直接用Linux的那个系统来操作呢 就是说不太方便嘛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Webbranch 就是说光翻那个自带的Webbranch 首先我们要用这个Webbranch呢 连上我们的数据库 这需要就是说有一些配置 就是说 首先我们就是连我们的那个Webbranch吧 就是我们直接连 就是我们直接连这个数据 服务器 这个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这个IP地址是这么多吗 IP地址 然后这个也用不了 我直接连 我WanBatch直接连这个东西 3306单口 Root Root然后设定密码 密码就是刚才我们登的路的权限嘛 这样直接连是连不上的 你看首先是第一点它就拒绝 3306这个单口都没对我们开放 首先我们要进入这里进入防火墙里面 它这个我原先配置好了 3306 但是说 它连不上了 首先就是防火墙这边 这个3306单口要开放了 然后就是说 我这边就说 我有一个权限 首先我们看一下 Use my CQ 首先我们登录 登录数据库Use my CQ 这里存储 这里存储了我输入的那个账户 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用户名 看我们这里就是说 我这个Root的权限 只能允许本地连接 所以说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要改过来 改过来就是用这条命令 更新用着Sidehost 把它更新一下 我们来看 然后它就拿到了远程访问的权限 Root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玩伴曲连接 看着连接 看着连接 159185是不是这个IP 然后修改后 其实我还要刷新一下Flash 让它立即生效 OK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是不是能连上了 OK 进来了 我们新建一个数据库吧 我们来测试一下 直接我们测一个mydb-01 我们直接连这个数据库 直接这样唱 进 OK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啦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啦 OK 看有没有 有啦 好了 这就是我们怎么就是说 用webatch连接那个 远程连接我们的那个数据库 并进行操作 好